大家好 聊一个在我看来是常识问题 但是在其他人看来可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一个比较触及到人性的 这种哲学性的这种 价值观或者是非观的问题 就是关于人的这个善恶 我在我的节目中提到 川普应该如何对待政治沼泽 我说该杀就要杀如何如何 有一个朋友留言档次真低 然后另外一个朋友就帮我回复他说 你档次高 你录个视频来看看 他又回复了说 还说什么大爱 还说什么打打杀杀 还说大爱 他的意思是既然我声称自己大爱 为什么还要把打杀放在嘴边 好像打杀和爱是不兼容的 是抵触的 这里让我想起了几个案件 国内的几个案件 一个是杨家案 一个是贾进龙的这个案件 另外一个是余欢的这个案件 杨家是因为警察不给他一个说法 他就给了警察一个说法 把很多警察杀死了 因为警察是诬陷了他吧 说他偷自行车是吧 这个具体时间已经很久了 我都不记得了 还有一个是贾进龙案件 贾进龙的房子 准备拿到结婚的 唯一一套房子被村长强拆了 他一怒之下拿着钉枪 把村长给钉死了 最后一个是这个余欢的如母案 如母杀人案 他母亲被恶人 当他的面侮辱了 他一怒之下杀之 像这种杀 他们本身并不是恶人 他们是为了捍卫 他们内心中所爱的东西 或者说为了进行 他内心中的公正 而且这世界上很多的战争 并不根源于邪恶 而是根源于爱 很多战争是为了和平而战争 为了捍卫价值观 捍卫家园和战争 所以打杀和大爱并不冲突 相反那些婊 在西方很多白左 圣母婊 在中国也很多婊 一边嘴里说 不要杀生 不要打打杀杀 比如说要爱护小动物 不忍心看到这个什么流血 嘴里面是这样讲 私下里 该吃吃该喝喝 是吧 一边说不要杀害小动物 一边积鸭鱼肉 照样吃 积鸭鱼肉不是小动物吗 我没看见就不是饿 是吧 婊 是吧 圣母婊 像瑞典那个女孩子 是吧 一边倡导全球 要保护大自然 环保 一边做着很多一些不环保的事情 这是表门的共同特征 就是虚伪 在这里我就不想多说 我想说一下这个人性 人性它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呢 实际上上帝如果知道人类在争论这个问题会觉得很可笑 本身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善恶 是你人类自己想象出来的 你制定某种标准 然后说这个是善 那个是恶 其实不存在绝对的善恶 我甚至认为 如果说你非要说有什么善或者恶的话 我甚至认为 保留善 保留恶 你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如果你装逼 假装把恶 剃掉了 没有恶 只有善 那你就在装逼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的家庭 当你所爱的东西 当你所爱的世界 当你的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被颠覆 被打破的时候 请问你拿什么来捍卫 有的时候要捍卫这些东西 你必须拿出 其他方法 这些方法在一些人看来 可能是恶的方法 但是在我看来 要对等 对等 才是终极公平 不要说什么善或者恶 你怎么对我 我就怎么对你 为了把这个天平 平衡起来 这样做 是对的 是终极正义 就类似于比如说 杀人者偿命 那偿命 算不算是一种恶呢 对不对 你有什么权利 按照这个圣母表的说法 你有什么权利 剥夺杀人犯的生命呢 对不对 那圣母表认为 人的命是上帝给的 人没有权利剥夺 其他人的生命 圣母表是这么认为的 既然圣母表认为 人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 那你怎么解释 那些杀人犯把别人杀了 我请问 当那些杀人犯 把别人杀了的时候 他是不是就把你的 这些教条规则 视为狗屎了 他既然把你的教条 都视为狗屎了 你还在捍卫他 请问你是个东西吗 是不是 有人违反了你的 信仰和教条 你说人的生命 是不可以被 另外一个人剥夺的 结果杀人犯了 就把那个人的生命剥夺了 请问你做何解释 请问你怎么自言其说 对不对 为了让你的天平端正 你只有把他的生命 再次剥夺掉 天平就平衡了 不然的话 你的天平已经被人打破了 你那狗屎信仰 已经没有卵用了 你没有卵用 你还放什么屁 是不是 所以说 终极公平就是对等 举个例子吧 现代刑罚 西方发明的 也不是西方发明的 通行的 处罚方法是 有期徒刑 图刑 就是把人关起来 剥夺人的人身自由 其实这种图刑 对很多 这种刑罚 对很多罪犯而言 是很好笑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罪犯 都很在乎自由 你把别人 不在乎的东西 剥夺了 请问你这是 惩罚别人 还是奖励别人 比如说吧 有些人 穷疯了 没有饭吃 生病了 又没有遗传 他在家里 他也不出去 他也不旅游 他就是个不要自由的人 本来我就在家里待着 结果我杀了一个人 结果你把他关起来 包吃包住 还有医保 你是在惩罚他 还是奖励他 我请问 对不对 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自由的 你对那些要自由的人 你把自由剥夺了 你在惩罚他 对不要 比如说 打个比方说 某人他不要自由 他只要吃饭 他只要吃饭就可以了 结果他犯了罪 你把他抓起来 你要给他饭吃了 他又不要自由 对不对 你惩罚他 还是奖励的 这种刑罚是可笑的 是不对的 处罚就是要对等 别人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别人 这是终极公平 比如说 杀人犯把别人杀了 那既然你把别人杀了 那你的处罚就是对等 你是怎么被人 你是怎么杀人的 你就怎么被人杀 用刀 用锯 怎么割 割到哪里 你怎么割到别人 没怎么割你 代表终极公平和正义 把你杀了 天平就平衡了 不是把他关起来 是不是 像那些连环杀人 你杀人取乐的 杀十几个人 逍遥法外的 你关他去监狱 他只会嘲笑 司法系统的无能而已 这帮杀 我都杀人杀这么多了 还把我关起来包之包住 还有一把 这帮傻逼 司法系统就成了个笑话 他杀了十几个人 他就要被杀十几次 只有这样 才会终极震慑犯罪 当任何人犯罪的时候 他就想一想 你对别人做了什么事情 相应的东西就要反过来对你 这叫利和反作用利 这是宇宙终极公平 所以不要说什么 恶 不要说什么 不要打打杀杀 大爱 不存在 你爱我 我当然爱你嘛 是不是 对等的 是不是 你对我不择手段 我对你还要 怎么弄呢 对不对 难道你杀我 我还给你东西吃吗 你对我坏 我还对你好吗 有这样的道理吗 这不符合宇宙啊 是不是 这不符合宇宙规律 不符合宇宙 宇宙法则 别人怎么对你 你就怎么对别人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圣母表们 你践行一下 你过来 我打你一巴掌 我打你一巴掌 你给我东西吃 你不是表吗 对不对 我打你一巴掌 你会生气啊 愤怒 你不要愤怒啊 你以德报怨啊 是不是 人就是要以德报德 以怨报怨 公平 所以说到川普的事情 我就说 那些人已经在叛国了 你已经是叛国罪 对这些人 不要再仁慈 不要再很贵 用正人君子的方法 对付流氓 没有用的 对付恶人的唯一办法 就是比他更恶 用善的方法 对付恶 是没有用的 很多人无边无际的认为 用大爱 用善良 可以感化所有的恶 太表了 你这样太表了 知道吗 有很多恶是不能够 用善去感化的 只有用大恶 来制裁小恶 那对付大恶呢 就用特大恶 来制裁恶 才有用 当年希特勒 是怎么被打败的 对不对 有本事 你就一直随进政策 当年日本侵占 整个亚洲 你随进啊 你去大爱他呀 对不对 有用吗 没有用 只有比他更狠 才有用 所以 这是我关于 善恶和对等原则的一个 看法吧 拜拜